上一讲我们讲了古代商业贸易的形成 讲了无坚不商 这一讲我们继续讲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形成 这个景田字形成以后 人们就围绕到中间的水井建造房屋 居住生活 耕作农田 同时还围绕着水井开展贸易活动 中国最早的市场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水井而开始的 市场 那么什么是市呢 实际上这个市就是指进行交易买卖的场所 最早的集市买卖 大多都集中在景田中央那块公共的场地上 也可能它就是在景台的周围 所以这种交易形式 人们称之为市井 再往后有人看到这种交易 它不仅能够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 还能从中乎利 于是呢 有人就开始不中田了 专意从事这种一买一卖的交易 这种人呢 就被人们称为市井小民 关于市井啊 前面我们刚刚讲过了 那么为什么称为小民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指当时从事做买卖的人数呢 非常少 还有一个呢 是指与务农相比啊 在我们古代啊 它是以农耕为重 买卖为情 在中国的历史上 多次出现过重农清商 甚至重农益商的国家政策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呀 经商的人 没有为社会创造财富 只是投机取巧 因此呢 被人们视为不务正业 所以呢 就把这些人称之为小民 随着社会的发展呀 这种事情的规模 变得越来越大 以买卖为营生的人呢 也越来越多 所以呢 这些人呢 就开始称为市民 在那些物产比较丰富 地域的位置比较约一的地方呢 市井交易 并有八家之间的相互交换行为呢 慢慢扩展到周边地区 意思呢 这八户人家就摇身一变 成了市民 那九百亩农田呢 相应的也就变成了商铺 随着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呢 市井又变成了城市 当时的人们呢 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呢 就在这个周围 坐起了高高的围墙 这个围墙呢 就称为城 书文解字呢 对这个城市的解释是 城以圣名言 意思是说啊 把城市 坐在外面 而这个集市呢 就在里面 老百姓呢 都居住在这个城市里面 同时啊 人们还在这个城墙外面的 市周围呢 挖上沟 引来了水 用这个沟河水呢 来保护这个城 所以呢 这个沟水呢 就称为护城河 这样一来呀 原本那些不被人 看好的商人 被人不惜一顾的 市井小民呢 一下子就成了 高大上的城市居民了 从市井小民就变成了市民 在由条件实行景田池的地方呢 它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 因为人口啊 大多聚集在平原 直到现在呢 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 东部沿海地区 平原地区的人口数量呢 远远的高于西部 高原地区的人口数量 在这个每个景田的四周啊 它都有八户人家 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的村落 而景田与景田之间呢 都修建了道路 都有这些道路相连相通 就像我们现在的农村地区 国家呢 实施了村村通公路计划 所以呢这就叫四通八达 在这个道路的两边啊 一般呢 它还挖有割渠 所以呢 景田与景田之间 除了这个陆路通以外呢 它还有勾渠相通 这就叫做沟通 在这个沟堤之上啊 一般呢 都还挨有树末 这个树上的小树枝呢 称为条 根据树文解枝的解释是 条小枝也 另外呢 这个道路也好 勾渠也好呢 它都是以条来相称的 譬如说一条路两条沟 等等 所以呢 这个景田与景田之间呢 它就叫做景景有条 临近的这几个景田呢 它又组成了一个村落 威廉便于同意的管理呀 这几个村落呢 在古代称为礼 我们看一下 书文解字对礼字是怎么解释的 它说 礼 居也 这个居呢 就是指居民点 礼这种称呼呢 一直引用到现在 现在呢 还有很多地方称为礼 譬如说在北京呢 它就有和平礼 支村礼 这些地名 老子里面有句话 他说 千礼之行 死于着下 这个千礼呢 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 一千个村落 而不仅仅是指一千礼路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千礼之行 死于着下 就可以理解为 左落一村又一村 经过了一载又一载 你看 中国的语音文字 内涵是多么的丰富 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 可以拓展你的思维的空间 在南方 很多地方的明载设计 它的正面呢 为上房 东西两侧为厢房 南面呢 是一个道厅 中央 是一个庭院 也就是一块空地 这块空地呢 称为天井 一旦下雨啊 四周屋顶上瓦格里的雨水呢 就汇集在一起 哗哗哗的流向中间的这个天井 这叫四水归塘 这种建筑设计风格呢 实际上正是古老的景田模式 这种带有天井的名载呢 在全国范围内到处可见 中间的这块空地 为什么叫天井呢 从这块空地上 我们可以抬头观天 所以就称为天井 上有天井 下有景田 天地之间啊 它是景景呼应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 今天呢 我们讲了 市 城 条 还有市井 市民 景景有条 天井 等词语 下一讲呢 我们来讲讲管理 讲引和军 好 谢谢大家 咱们 拜拜 舍允 大家 启